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大跌359点来开出 最高点出现在早上的8点45分 来到16120 最低点出现在上午的10点05分 来到15993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127点 那么现货的成交量放大来到2292亿 那么今天我们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完美风暴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我们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上个礼拜 欧洲央行宣布 即将在下个月展开 这10年来的首度升息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啊 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啊 不仅仅没有向市场预期啊 这个通膨见顶开始出现下滑 反而呢 整个通货膨胀 再创下了近40年来的历史新高 甚至连美国最新公布的消费者信息指数啊 也创下了历史新低 那么呢 接二连三的利空啊 形成了股市的完美风暴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三大指数啊 全面重挫 而且平均跌幅来到3个百分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台指期啊 该开盘啊 各位就出现一个大幅度的跳空 那么呢 已经没有办法再复制 在上个礼拜五 我们可以看到 是开低走高的行情 今天台指一开盘 大跌将近360点 直接衰落到了月线的下方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 看到这种行情啊 到底遇到这种大幅跳空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样操作 我想呢 绝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绝对不会啊 在一开盘的时候 开低就是进场啊 去做一个顺势放空的动作 因为呢 大家心里面都会想 既然开盘已经跌了将近360点 如果这个时候进去放空啊 光是拉到平盘啊 可能就会让你皮开肉占 所以这个时候 大部分的人空单 是不敢随便进场的 那么呢 可是呢 大幅开低将近360点 我相信有操作经验啊 有交易经验的投资朋友 也不会随随便便啊 开盘就进场做多 因为大家都在想 这种行情啊 不晓得接下来会怎么震荡 所以大家会选择观望 可是呢 我知道 绝大多数的人会怎么做 会当开低的时候 当行情缓步走跌啊 看到行情越跌越低 大家心里面的肾上限速 就开始发作 因为会觉得说 既然开低走低跌到这个地方 感觉上啊 行情已经跌得够深了 所以呢 基本上 像这种开低走低的行情 多数的人都是啊 逢低成阶 但是往往会越阶越低 这个时候呢 才是真正让很多投资人啊 在这种行情里面 受到重伤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那么像今天这种开低走低的行情啊 到底该怎么样 能够了解到今天到底要怎么操作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如果呢 你能够在今天早上 能够了解今天主力开盘的时候 究竟是做多还是放空 这个时候你跟着主力做 当然你的胜算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呢 到底该怎么样 能够了解到主力的动向呢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看到 首先呢 我们今天早上啊 在开盘之前 系统所算出来的预估开盘价 叫做16161 这是在早上8点45分之前 我们就已经告诉会员朋友 今天的行情啊 应该开盘的时候 应该开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实际开盘的地方在哪里 今天实际的开盘价是16115 所以你可以看到 115是非常明显的小于161 就可以了解到 今天早上一开盘 其实不管是期货还是现货啊 今天早上都是爆出了近期的大量 那么呢 表示很多的所谓停损单 加上避险单啊 很多都是在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就匆匆忙忙蜂拥的进场 但是呢 如果能够在早上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其实主力做空的力道 其实相当的明显 这个时候 你跟着主力一起进场 把停损给设好的话 基本上你其实不需要害怕的 人会害怕就是很担心 进场之后 不晓得到底会赔多少钱 赚多赚少 大家反而不在意 最怕的就是不晓得赔多少 但是事实上 赔多少点数是控制在谁手上 绝对是控制在自己手上 所以你只要跟着我们进场 像呢 一开盘 16115跟着我们进场做空啊 各位 我们这笔单 停损就是啊 只有短短的35点 所以你也不要担心 你只要守住这35点 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行情开始一路的震荡向下 那么呢 在这下沙的过程里面啊 今天我看到整个行情 其实并没有真正止跌的迹象 大家一定是前仆后继啊 想要进去接刀 所以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我特别提醒会员朋友 不要随便进场去做多 一定要等我的指令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种大跌的行情里面啊 我个人认为啊 大家看盘的方式有很多种 可是呢 我在这种大跌的行情里面 我认为指跌 基本上是有两个方法可以来发现 什么时候是行情真正止稳 这个时候进场 是不是更加的安全 所以这个地方啊 老师特别公开跟大家做一个教学 我也不怕你学 因为我就是希望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投资朋友 就算你没有加入我的会员 你也能够学到一招办事 今天这种开低走低的行情啊 基本上指跌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盘中啊 逆价差大幅度的扩大 什么叫逆价差大幅扩大 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 大盘比较高 期货比较低 这叫逆价差 如果行情一直走跌 一直走跌 逆价差瞬间扩大 就是台子忽然跌得很深 这个时候就出现一种状况 表示有很多的多单啊 被停损出场 那么呢 停损出场 期货才会忽然下杀 这个时候 往往都是盘中一个 非常关键的拐点 可是今天的行情 其实跌得非常慢 并没有出现逆价差 瞬间扩大 那没关系 还有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呢 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如果当出现低点之后啊 超过半个小时 没有再破前低的话 这时候往往也是一个 行情指稳的重要关键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哪里 把这一笔空单给平仓掉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 当行情一致下杀 大家不晓得那也是底部 但是事实上 这个地方我认为 才是一个行情 真正指稳的关键点 这个地方就是10点45分 来到16020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空单下来啊 一口单总共有95点的空间 甚至呢 在这里反手做多上去啊 你只要守住停损 哎 这边一口单也有 45点获利的这个机会 所以今天虽然行情高低 区间127点 可是呢光是开盘 这个大幅度的跳空啊 各位 300多点的跳空 我想一定让很多投资朋友 不晓得该怎么进场 但是不管行情是大是小 我跟大家讲过 我们做期货当中 从来都不要选边站 只要你今天有工具 有方法 有人来带你的话 你每一天都有机会 把行情变钞票 今天透过我们这个方式 首先呢 16161啊 跟这个实际开盘 叫做比较 开盘第一笔单做空 那么呢 你不敢做空的人怎么办 早点会做多 今天老师在这个地方 16020带领会朋友进去做多 这就是一个相当安全的买点 而且呢 有些人会说 很多人都是看图说故事 事后诸葛亮 事前诸一样 我要告诉你 邱老师绝对不是这种人 你可以发现 今天呢 开盘短短的三分钟 我透过期货的成交量 大盘的成交量 价差的变化 还有老师多年来的经验 给会员朋友第一手的盘式报告 我们看到今天台子啊 开盘前五分钟 是成交了5800多口 比过去的4000口来得多很多 那么现货呢 低盘开出来是135亿 也大于过去五日均量91亿 所以呢 其现货成交量放大波动力上升 跳空跌破月线停损卖压出容 空方市墙短线能有下探空间 各位可以看到哦 9点03分还在这个位置哦 我那时候就告诉大家 不要随便进场做多 因为还有低点 那么呢 接下来 但是大盘相对抗点 留意击杀爆量后 亦有反弹 我们再看到早上 会员所收到的真实简讯 早上8点45分一开盘 其指开盘价附近 直接试驾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速指标 多通光速指标 大数据运算 领先全市场 开盘就出手 让你们在起跑点 早上5点 才子夜盘休息了 6点一到 每股期货开始起跑 7点半 日经动起来了 8点整 盘顾也跟上脚步 透过小道琼 小S&P500 小纳斯大克 日经 及韩国股市 在台子8点45开盘前的 涨跌幅度 及近期与台子的 联动性 加以计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 8点45的 预估开盘价 若实际开盘价 大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 多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市通常上涨机会大 若实际开盘价 小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空方力 到进场 当天盘市通常下跌机会大 市场真正领先指标 开盘就知盘市强弱 所以我们的开盘光速指标 是市场上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在开盘的当下 能够掌握住主力的多空动向 跟着主力做准没错 如果你想要比别人更早进场 想要比别人早一点 能够赢在起跑点 这个时候光速指标 绝对是最好的工具 我们再看到第二个 早上10点是15分 期指目前16020附近 搜讯后市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当充智能指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光速指标还是智能指标 计算的逻辑不一样 尤其是我们的智能指标 它的特点在哪里 速度开盘后快速判断多空 实际上我们在开盘之前 已经抓出了两个关键的多空加速点 可是今天呢一开盘 是不是开得很低啊 像这种情况啊 老师每天会按照行情来调整参数 跟出手的频率 今天大幅开低 事实上呢我们就告诉会员 不要再去往下追空 老师啊会在盘中找到更好切入的点位 会马上来通知大家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光速指标甚至智能指标 都是什么顺势操作的策略 就是呢跌的时候我们去追空 涨的时候追多 但是像这种大幅跳空的行情啊 老师当机立断就告诉会员 今天不符合出手的策略 不符合我们出手的条件 但是不要担心 老师在盘中一样 会帮大家找到更安全的切入点 这就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期货老师 所以呢简单来讲 智能指标今天应该是做空 但是老师担心会员会受伤 所以呢反过头来 我再往下找去一个真正好的买点 开国六月天就让邱老师带着您 开心转翻天 最顶尖专业的期货分析师 邱老师不只有多年的实战经验 而且能够精准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而且还独创了多空智能指标 多空光速指标 以及阴眼预判转折 想成为赢家就要跟上专家 崭新的六月想让自己赢在起跑点 没问题 邱老师今天特别带来了 六月见面礼 即刻办好入会 邱老师今天还有免费加赠年价值12万8 为期完整一整年的牌址波段讯号 现在即刻拨动电话02 2542 8999 02 2542 8999 赶紧来卡位超值大优惠 今天的重点新闻 通膨火热 美国六月密大消费者新型指数 跌到历史新低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不跌反涨创下40年来的新高 甚至美国密大消费者新型指数 也是创下的历史新低 只剩下50.2 市场原本预期是多少 58 那么实际是多少 只有50.2 所以差非常的多 就表示说现在物价膨胀的压力 让美国消费者感到无比的这种困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不只是消费者 那么根据统计 美国这些大企业的CFO 就是财务长 竟然有将近40%都认为说 通货膨胀是接下来最重要 而且最严重的这个问题 甚至有将近70%的人都认为 在下半年 美国就会进入所谓的经济衰退 但是当所有的利空全部蜂涌而来的时候 我要告诉大家 我看到的跟别人其实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我在看这个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我发现有一个特性 就是当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来到非常低的位置的时候 表示大家很看坏 这个时候行情往往都是悄悄的出现了反转 这时候你会觉得说 真的是这样吗 老师特别把这个图形照出来 有图就有真相 我可以看到 上面是美国S&P500 最近20年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波动 那么下面是美国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 你可以发现到 消费者信心指数往下就是看空对不对 往上就是看多 我们就来看一下重要的几个拐点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消费者信心指数 突然出现一个比较悲观的情况 但是当时呢 有出现反弹 股市反弹 但是呢幅度并不是很大 我们再看第二次 第二次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消费者信心指数 来到了历史的低点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 果然马上行情出现反转 疫情发生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消费者信心啊 来到一个历史的低点 那么呢我们再看到现在呢 你可以发现 已经爆棚了 整个消费者信心已经来到过去 从来没有的悲观氛围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大家都非常悲观的时候 其实对行情来讲 按照过去的几次的 这个拐点的转折 当大家都极度看空的时候 有时候行情反而没有大家想象中 那么一样的一个悲观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行情啊 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 但是不需要过度去放大一些市场 已经存在的利空消息 我们再看到 除了早上啊 老师给会员朋友的第一手的分析报告之外 在9点20分左右 还会整理一个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开盘强势扫描 第一个 早盘跳空灌破月线 现货相对抗跌 有助行情指稳 亦有反弹 第二个 台指在16000点附近 为5月下旬的盘整区 具有形态及筹码的支撑 第三个 五月CPI再创40年的新高 这时候连准会加速升息 使得美股大跌 第四个 美元连续两天大涨突破月线 逼近前高 外资恐怕会扩大卖超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盘中我可以看到 现货跌幅 就是大盘 比台指还少跌的将近100点左右 表现相对抗跌 而且16000具有整数关卡与筹码的支撑 短线若爆量逆价差瞬间扩大 会有反弹 值得留意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今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就能够收到我替会员所准备的开盘 强势扫描 是不是你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掌握今天盘面上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比如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有空单的人只看利空 从现在开始 你只要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打电话进来 助理就会来帮你做设定 接下来早上的时候 就能跟会员同一时间 收到我的开盘强势扫描 不管你是想做多想放空 能够了解到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我觉得对你就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 那么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订阅我的影音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波 我们看到道琼指数 其实连续性的下跌 现在又来到什么地方 来到上一次一个重要的拐点 所以今天晚上 能不能够指纹反弹 我认为在技术面来讲 对多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么其实同一时间 你可以看到NASA也是一样 都是前面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拐点 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 如果行情真的要反弹 今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大家在晚上的时候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美国股市的表现 那么在A50的部分 上一次我们讲过 上下震荡之后 其实它持续的在创波段新高 那么也是因为美股大跌 今天开低走低 但是关键点是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月线已经往上穿越季线 这里已经出现了 所谓的黄金交叉 短线就算拉回 这里也很容易出现 所谓技术性的反弹 所以我认为 从技术面来讲 A50就具备了一个反弹的条件 那么过去 其实A50就是 近期一个多头走势的领头羊 所以我们除了美国股市要看之外 我觉得大陆股市也特别值得我们留意 那么加权指数你可以看到 今天下沙果然在月线下方 量能就开始放大 代表现货的筹码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 但是你可以发现 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5月下旬的一个套牢区 所以这个地方具备有一个筹码的支撑 那么期货的表现也是一样 你可以发现 在这个地方也很明显 这是5月下旬 那么现在滑落到月线下方 短线跌破 技术性反弹机会相对大 那么再加上 这里有一个大量的盘整区 所以我认为短线上 大家不用特别的看空 基本上它还是有机会 往上来挑战月线的这个压力 但是不管是看多也好看空也罢 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对期货当初来讲 最重要的是 就是把当天的行情变钞票 如果能够让时间回到早上8点45分 让时光倒流 你能够跟着我进场 各位第一笔单就是进场做空 8点45分 16115放空 那么当行情缓步走跌的过程里面 我也特别提醒大家 不要急 不要慌 不要随便去做多 要好的位置 只要出现安全的点位 老师会跟大家讲 今天就是在10点45分的地方 16020的地方 把空单把它平仓掉 这笔单一口单 就是95点获利的空间 那么反手做多上来呢 各位轻轻松松又有多少 40点获利的机会 如果今天用我们的方法 每一笔单用两口台子来做当冲啊 各位虽然震荡只有区区的100多点 你一样 今天的行情你不仅仅是好法无伤 你还能够赚到270点的一个价差 270点相当于信财币 5万4千块 你想想看 今天你失去的 跟今天如果作对的话 你赚到的一来一回 差距是不是非常的大 那么呢 真正的交易圣杯 我们上次讲过 不在于百战百胜 因为市场上根本就不存在 最好的方法 就是能够有稳定操作的胜率 能够让你持续在市场上 能够赚得到钱 如果把一个月分成20个交易日 我们有7成的胜率 每天用两口台子来当冲 停损停利 都设35点的情况之下 7成胜率一个月 就能够创造11万2千块的收获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用我们开盘的光速指标 懒人操作法 没有时间订盘怎么办 用我们这种方式 每天开盘马上进场 把停损停利都设好的情况之下 不要多 各位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胜代表当天 我们获利35点以上 但是呢 我们就用35点来计算 那么呢 每一个负代表当天打到停损35点 马上就出场 绝不恋战 绝不留仓 用这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风险 这样子一个月啊 20个交易日下来 总共20占14胜 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胜的背后 代表当天你是赚了14000块 14000块 14000块 把赚的扣掉赔的 总共你就是赚到 11万2000块 也许有一些人刚看老师的节目 不相信有办法做得到 我们把每一天啊 从5月16号开始 到今天为止 连续20个交易日 你可以看到 像今天 16115做空 上礼拜五 16380做空 上礼拜四 16573做多 每一天我们都把它登记下来 各位 的的确确 20占14胜 就是呢 11万2000块 所以呢很多过去做股票 投资朋友喜欢当冲 但是有时候觉得真的很难冲 但是现在跟着我来做期货当中 会觉得 每天呢 开盘只要短短的10分钟 停损停利都确定的情况之下 冒的风险非常的低 又不用流畅 每一个月 用两口台纸当中 帮自己加薪超过10万块 他觉得非常的满意 那么如果你也觉得这种方式 适合你的话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机会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金融市场遍地是黄金 有工具有方法 你才能够无往不利 如果还是像过去一样靠感觉 贫运气 当然很容易出出碰壁 从现在开始 你有新的选择 赶快一通电话 立刻晋升赢家 把电话拨通 留意中场资讯 最后祝大家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